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孙姐开讲 带您一起探索越南与非洲新一市场的不动产机会 嗨大家好 今天要为各位推出的是孙姐开讲的新系列 也就是越南房地产的Q&A 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呢 在越南买房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许多的问题 那我现在开始就把一些越南买房客人最常问的问题 把它整理成视频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第一集呢 首先要跟大家讲的Q&A 也就是很多人说越南利率很高耶 那到底我来越南存定存可不可以 好这个是一个大家非常常问到的一个问题 那我现在就来为大家一一的解答 好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四月银行 他们在2019年6月底的时候呢 网站上所秀出来的一个定存的利率 您可以看到 他们在这个定存呢 有一星期 两星期 三星期 有不同的期限 还有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十二个月 一直到二十四个月 然后呢 这些的利率呢 您可以看到有高达七个percent以上哦 所以就是说 假设您在越南存十二个月 也就是存一年的定存利率 好那它是可以高达到七点五个percent 甚至有七点八七点九 或者是在其他小的银行 可能还有高达八个percent以上的利率哦 所以很多朋友就说 那我们现在在越南买房 房子的这个出租的报酬率 只有四趴到六趴 四个percent到六个percent 那我倒不如存定存就好了嘛 可是呢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迷思 因为定存呢 它的本金是不会涨的哦 但是房子的价值是会涨 所以以在越南买房来说 平均的涨幅一年是 房子的涨幅一年是五到十个percent 然后呢出租的报酬率 目前是大概四到六个percent 所以这样子一年加起来 房子的涨幅呢 有可能房子加这个出租的这个报酬率呢 加起来有十个percent到二十个percent左右 是会远远高于定存的七个percent 而且呢定存因为它是越南盾的定存 才有这么高的利率 美金定存是零利率 越南银行针对于美金 是不给利息的 是因为要鼓励民众去持有越南盾 所以呢他们在利息的这个给上的上面呢 就是在美金给的是零 没有给任何的利息 好那为什么先录这一集呢 因为就在下个礼拜 越南的央行 它的国家银行 针对于外国人定存 就会推出一个最新的规定 所以我赶快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新的规定 那这个规定就是说 外国人他在越南 要存定存的话 你必须要有占据证 或者是有签证 而且这个期限是六个月以上的 才能够去存定存 也就是说像我们一般的买房的朋友 他来越南可能是办一个月的签证 三个月的签证 这种签证呢 他是不能够去存定存的 要像我们像我是拿五年期的占据证 我就可以去存定存 那第二个的话 他是规定外国人 不管你拿什么签证 什么占据证之类的 不管你拿任何的东西来 外国人是不能开联名账户的 好就是以往呢 我可以跟我的朋友一起开一个户头 好两个人用两个人的名字 开银行户 然后一起去买房子 现在呢 这个规定呢 是已经禁止了 那为什么 因为开联名户的时候呢 他会有财产移转的争议 那这个财产到底算谁的 算是两个人的 那会不会有赠予的情况呢 所以他会有很多的法律争议 所以在2019年7月5号以后 央行就文明禁止 外国人在越南开联名户 也就是爸妈跟小孩说 我要爸妈跟小孩一起开户 也不行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定存的期限不能超过占居证的期限 譬如说我的占居证可能只有一年而已 可是我的定存呢 我能不能存两年的定存 是不行的 你这个定存的期间呢 不能够超过占居证的期限 那另外呢 以前我们存定存的时候 到期都会自动续存 省得麻烦 那现在的话 央行也规定 到期不能够自动续存 所以每次到期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银行 再去办定存 转期的手续 那如果是以前已经存的定存 那是不符合以上条件的怎么办 那这个定存会失效 而且银行不给付利息 所以这个影响算是蛮大的 为什么越南呢 它不鼓励外国人存定存 那这个其实很简单 因为定存呢 让外国人存到底对越南有什么好处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想 大概就会知道越南的政策走向 因为你定存高 那外国人就想说 我来越南 我就不要去买房了嘛 买房那个租金报酬率也没那么高 我干脆去存定存好了 那存了到期以后 我就把钱汇走 所以呢 这个定存呢 只会鼓励热钱的流入 那热钱一旦进来以后 它会造成经济波动相当大 而且呢 货币政策难以维持 那领完以后 领完高的利息之后 钱就想办法汇出越南 这样子的一个钱 可不可以增加就业 完全是不行的 你说越南政府开放外国人买房 那外国人钱汇进来 然后汇到开发商去买房 所以开发商他就可以把一些烂尾楼活化 开发商呢 他就可以雇佣很多的员工 然后呢 大家就可以冲 就是就会有工作 然后像我们这些这个仲介业者 也会有很多的就业员工 大家就可以来做这个行业 然后呢 收入也会越来越好 所以说越南政府为什么开放不动产 是因为他真的可以去协助就业 但是开放定存是无法增加就业的 那再来的话 我们看一下 开放定存可不可以改善市容 对越南有什么好处 是否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其实很难哦 让外国人存定存 主要就是吸引热钱进来 但是我们看一下如果开放外国人买不动产 是不是可以改善市容 可以哦 你看像Vinhong Central Park 这个维康中央公园 也就是八一大楼这边 这个社区他原本也是一片荒芜的一个 一个河边的地 那结果呢 这个Vinhong越南第一大的建商 把他整个开发起来 然后呢 盖了越南最高的摩天大楼 让越南呢 也可以对国际说 我们也有非常高的摩天大楼在越南 那也就是说变成吸引到国际的注光 国际的这个注意的焦点 所以这个的话是可以改善市容 而且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改善越南人的这个居住环境 所以越南政府呢 是会鼓励外国人买房产的 但是他不会鼓励外国人买定存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好 再来 有些客人问到说 那我们买房的时候 我们先去把钱放在定存 然后我去做一个预售 我去买一间预售屋 然后呢 每三个月我就去缴房款啊 然后分两三年把这个房款缴完 那我一样可以去赚这个几个月的利息的这个收入 我这样子可不可以啊 但是我提醒大家要小心 为什么 因为呢 定存的账号 他跟一般活存的账号是不同两个账号 那现在越南政府呢 他们允许外国人把钱从国外汇进来到活存的账号 然后再把钱汇给开发商 这是一个完整的在越南买房的汇款程序 好 那假设呢 您今天把从国外把钱汇进来到你的活存 然后您从你的活存呢 又转到定存去 好 那是定存是另外一个户头 可是定存呢 并没有写它是不是合法的资金来源哦 所以就是说 看来国家银行对于定存会越来越严格 限制外国人来存定存 所以定存它很有可能是非法的资金来源 好 一旦是非法的资金来源的话 可能未来把房子卖掉的时候 这个钱是没有办法汇出海外的 所以建议大家来越南买房就纯粹买房 不要先把钱放定存再去买房 到时候钱汇不出去 就会很麻烦 因为买房的金额是相当的大 所以这点真的要提醒大家注意 想要掌握新兴市场房地产的最新讯息吗 请在这里直接订阅孙姐开讲的频道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捍卫不动产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加入LINE AT生活圈 祝大家投资顺利赚大钱 也记得帮我们按一个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